我們來做一個APP介面的基本介紹 那這邊是所拍到的畫面 這邊有一個喇叭的符號 就是指鏡頭這邊要收音 就是現在是XX就是 像鏡頭這邊有一個麥克風 它可以進行收音 那你打開的話 這邊有聲音量的話 這邊就會進行收音 就你可以聽到 你可以聽到你 就是你可以聽到架設攝影機那地方的聲音 比如說貓的叫聲 小朋友的哭聲之類的 然後這個平衡這邊就是解析度 有高解析、平衡、流暢 那你如果流量夠大的話 比如說WIFI 速度很快就用高解析 那你如果那一天可能 用4G上網或什麼的 可能訊號不好 你可以用流暢 再看網路的狀況 那這邊有一個像十字鈕的符號 這個是 是支援那個可旋轉鏡頭的 那種雲台版的攝影機型號 那這一台C1本身是沒有支援的 所以你點的時候 它就顯示說沒有支援這個功能 那C1本身也沒有光學變焦的功能 所以也不支援 那它支援的就是數位變焦 數位變焦就像是 你兩個手指頭在畫面上面去拉的話 它是可以 局部放大 去看一些 細微的地方 比如說你看它放大 但是它這個不是光學 就是一個數位變焦 硬把它拉大而已 所以解析度會變差 那這個 拍照 這邊是一個像相機的符號 這是拍照 就會把你現在所錄到的這個 畫面呢 噢聲音那麼大聲 把它拍起來 而且還可以即時分享 比如說你現在拍完 可能拍到貓很可愛畫面啊 什麼等就可以按 比如說 FB啊 或LINE啊 或其他的方式去做分享 然後它 照片會存在你的手機 手機裡面 那錄影也是 那錄影就點一下的話 它一樣就是把你 所現在錄到的畫面 攝影機所拍到的畫面 把它錄起來 然後存在手機裡 點一下就結束 然後 你平常怎麼看這些 照片跟錄影呢 你可以直接 左上角這邊有一個 回到前面的那個 清單 噢 這邊有一個像 噢 三條線的一個 功能選單 點進去之後 這邊有一個相冊 你就可以看到 噢 你剛剛所拍的影片跟照片 噢 可能之前拍的 照片啊 影片的話就是 這個 我還可以播放 那因為我現在C1 C1本身它是可以 噢它可以擴充所謂的 記憶卡 這邊可以 這邊可以裝記憶卡 噢 那個MicroSD記憶卡 那最高支援32G 32G的記憶卡 那如果你有裝記憶卡的話 平常你在 做監控或錄影的時候 它可以把那個 噢 影像啊什麼存在那個記憶卡裡面 那我現在是沒有裝 所以我是可以透過 用手機的方式 可能 即時的截圖跟 錄影這樣子 那這邊有一個 三個點的這個 圖示 我們現在講中間的麥克風 這個麥克風就是說 我們可以直接 手機這邊講話 然後把聲音傳到 鏡頭這邊 那這鏡頭本身有那支喇叭 所以它可以把聲音放出來 那它本身又有 麥克風 收音 所以等於是說 只要你兩邊都有 開啟的情況下 它是可以做對話 比如說我這個喇叭 這個喇叭的收音把它打開 那這個 這邊麥克風就會收 就可以在那個 攝影機的那個 那個位置去收音 比如說收到小朋友的聲音 什麼或者是 有人講話可以那個 那我這邊再按麥克風 我講話 它聲音就會傳到這裡 那就可以做雙向的對話 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們來測試一下 喂喂喂喂 你好你好 你好 就像是這樣子 那它對方如果有講話 你又可以再回覆它 那就可以做一個 雙向的一個通話 你也可以跟貓 say hello 或什麼的 跟他喵一下 那這邊有個三個點的 這個符號點下去的話 這個是 鏡頭的模式 就是所謂白天模式 跟紅外線模式 紅外線就是 夜視模式 那 你點這個白天模式 它是全天候都白天模式 齁 那你點夜間模式的話 它就會自動啟動 它就會啟動成 夜間模式 然後是紅外線 那你看這 這邊有一圈那個 紅外線夜視 那畫面也是 呈現的是 黑白的那種 紅外線畫面 齁 紅外線畫面 那 自動呢 它就會自動偵測 齁 那我們點一下 它只要有偵測到 光源 齁 它就會變到白天模式 那它覺得說 光源不足的話 它會自動切換到 夜間模式 它可能覺得是晚上 它就會變成 那我們現在 譬如說我們把前面的這個 燈關掉 它就會自動切換 有沒有 它就自動切換了 其實還蠻方便的 喔 自動切換 那這邊有一個計畫 什麼是計畫 其實計畫 它就是有點算是 排程啦 齁 那就是 我可以設定說 呃 比如說 晚上六點 齁 到 呃 凌晨的三點 啟動 夜間模式 然後它就 三點就關掉 它會變成白天模式 齁 那這個 我現在這樣點沒有反應 是因為 點的話 這個細部的那個設定 是在 這邊有一個 像齒輪的 像齒輪的一個 icon這邊點進去 這邊有一個 夜間排程 我們在這邊設定 齁 那這邊 基本上有設定一個 是會 早上八點到 晚上六點 好它會啟動 夜間模式 然後六點過後 它就會 關閉 齁 喔 抱歉說錯了 他說在這段時間齁 這個八點到六點段時間 夜間模式是關掉的 所以 就是六點過後 它會自動啟動夜間模式 齁 齁 齁 所以這個是可以 但是我是覺得直接用 自動模式其實就ok 那這個計畫的話 可能要看需求去做設定 那不一定要有 這樣子 那 這邊有一個人像 然後有一個方框有沒有 這個就是所謂的移動偵測警報 跟聲音警報 那這邊 這邊單純的就是做開啟跟關閉而已 那你要怎麼設定它的細節 那其實還有一些細節可以設定 一樣是到我們這個 右上角這個 齒輪這個設定裡面 它有一個 警報設定 齁 警報設定 警報設定進去的話 會有一個 所 活動 活動偵測警報 那這邊打開的話 裡面就可以做一些設定 像靈敏度 齁 靈敏度比如說 可能有一些 小蟑螂啊 或 或什麼 老鼠走過去 那可能 你如果靈敏度高一點 可能它連那個 螞蟻走過去 都會偵測到 沒有開玩笑 好那最低的話 可能就是 靈敏度比較沒那麼高 可能有一些 小 小老鼠走過去 就可能就不會 不會給你提醒齁 那出發時間 它就是 有5秒 6秒齁 最高到15秒 出發的間隔 那 政策的計畫就是指說 它可以從幾點到幾點 開始 幾點結束 齁 然後 禮拜一到禮拜天 這幾天 有哪幾天要進行 所謂的偵測 或者是哪幾天 不要進行偵測 都可以個別的設定齁 齁 然後 聲音偵測 一樣意思齁 一樣是可以 設定靈敏度 好 設定靈敏度跟 所謂的 開始的 結束的時間 還有禮拜一 可以 設定 哪一天要 偵測 這樣子 然後 最右邊這個的話 就是所謂的 畫面 鏡射 翻轉 像有時候 像吸完的話 它本身就是 可以直接鎖在 天花板上面 那你這樣子鎖到天花板的情況下 是畫面是顛倒的 這個時候 你就要按那個所謂的 翻轉 那它這邊畫面翻轉 那我們如果鎖在天花板 它就變正的 有沒有 它就變正的 變正的 那 這邊還有一個水平 眼鏡射 這個 可能就是 試情況吧 但是 C1的話 它沒有 它 這個APP 沒有 沒有 90度翻轉 就是說 如果你 你可能是鎖這樣子 鎖這樣子 可能 就 沒辦法 它沒辦法 因為它畫面是橫式的 你 你手這樣變直式的 那沒辦法翻轉 所以你如果要鎖在 牆壁上的話 可能就是 還是畫面要以正的為主 譬如說像這樣子 可能鎖這樣子 那畫面還是正的 好 大致介紹到這裡